Hello,大家好,我是Jeffrey 那么今天我们就又来带着大家走进我们这次拍摄的片场 今天我们想给大家分享在影视制作过程中的造假的艺术 什么叫造假的艺术呢 首先电影是个艺术 但是我们看到的东西肯定都是假的 因为我们经常看里面打打杀杀爆炸等等等等 好多这种类型的东西 我们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 经常会被他们感动被他们吓到 被他们这个振奋到 情感虽然是真的 但是我们知道做出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我们今天也想结合我们这个片场的这个拍摄 来给大家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 在这个电影的制作过程中的一些造假的一种艺术 一种造假的方法 第一个呢我们想跟他聊的就是 当然就比较常见的就是枪杀 枪然后一开 然后这个人被这个打死或者是打伤等等 那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首先枪肯定是假的 然后呢枪前面的那个火也是后期做的 至于那一打就一炸 我们经常在拍摄过程中其实是埋着炸点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比如说我要把我的这个身体上炸炸开来 那我就会在里面贴个炸点 然后只要一控制好一按啪就破了 然后呢里面可以藏一个雪包 然后呢这个一下一炸雪一崩出来 这就出来了 然后呢你在把前面拍的时候 呃枪那个后期和火 然后呢其实这个枪都是打的这个空包弹 然后就就不可能是真枪 然后呢这样的话一结合那就可以了 所以这种这种枪 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一种造假的一个艺术了 当然有人说那一刀捅下来那种的话是怎么去做的呢 一刀捅下来就流血了 其实很有可能全景是一捅 但是我到特写的时候 那个衣服可能里面就是一个一个枕头或者是一个娃娃 然后呢里面的也藏这个雪包 然后一刺下来就有雪 然后一个全景马上转成特写 然后雪一出来 你会发现你根本会感觉不到我换了镜头 这就电影就是蒙太奇的艺术了 就是你经常会用这种造假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拍摄现场 其实拍摄现场以外后期也要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造假的这个这个效果啊 才能够展现出来 好那么关于这个杀人啊之外呀 我们给大家说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气氛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在晚上拍这种下午可以吗 其实现在根本就不是下午 拍出来这个阳光明媚 但实际上是一个晚上 这就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二点 就是灯光也是一个造假 经常采用的一个手段 包括夜景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夜晚在拍摄根本就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你自己拿手机夜晚拍 你会发现都是糊的 但是为什么在电影中的夜晚都那么的透亮 那都是因为我们都会用很大的吊车 把很大的灯 那个挂在天上 模拟月亮就是好像是有一层月光 但那其实都是离地面在呃没月亮那么远呢 当然就是呃高高的挂了几个那个灯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把整个你要拍的范围把它给打亮 这样的话夜晚就是非常透亮 其实你会发现都是假的 这都是不真实的 但你看完之后就觉得哦 这是真实的感觉 所以灯光也经常是在这个气氛上来造假 来去这个呃骗我们的眼睛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啊动作 就是很多时候你看一些演员能打斗啊 或者是这些动作啊 有些演员其实你想想不可能这个动作那么强的 呃所以呢大家知道其实在呃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啊 其实是有stuntman这个角色呃 这个也可以叫武行也可以叫武师 呃他们其实就是会武打的这一群人 那这一群人是干什么的呢 这一群人一般就是要么就做替身啊 要么就是做一些一起打的人 比如说一个主人公要和十个人决斗 那十个人肯定得是真正会武术的会打的人 对吧 让他们去扮演这种 就比如说没有人名的这种角色 对吧 让他们去倒地啊 干嘛 因为你会发现倒地是一门技术 一般人他不会就就这样倒地的 对吧 有些倒地可能还会掉威啊 比如说你突然倒地 那会有个绳子吧 你牵运过来 然后再让你倒 这样才是安全的 然后呢在打的过程中呢 比如说你打过来 可能演员的一个动作非常简单 但是呢 他可能用一个替身拍一个很复杂的 然后一落下来 哎 一个演员的脸接上 所以呢 他可能也是我刚才说 他是用这种造假的一种 后期和这个前期结合在一起 把替身和我们的主角 结合在一起去拍摄这种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啊 就是很多时候啊 就是他打的非常非常那个热闹 对吧 你看他是拳击的 你根本看不到人 当真正到晋级的时候 我们才会演员 那这也是这个造假中常见的一种艺术了 第四个呢 我们想跟大家聊 就还有一些特技动作 对于动作 你会发现 根本就不是我们正常人可以能做的嘛 比如说你看那个黑客帝国 从这个楼一下就跳到那个楼去了 对吧 包括我们这次也设计了一个镜头 就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 那怎么跳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挂威亚 然后呢 这样跳过来 包括我们从三楼的窗户一下 翻到二楼的窗户 对吧 那你怎么去跳 你一般人没有这个水平吧 你肯定是要通过特技 除了替身以外 你可能还有一些辅助 比如说威亚啊 这种东西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想给大家去说 就是特效化妆了 就特效化妆的话 也是一个 非常常用的这个造假的方法 比如说你被别人打了 打了脸上流血啊 或者怎么着 那其实都是画出来的嘛 对吧 包括比如说你被杀了 杀了之后嘴角冒血啊 或者刚才我应该说 你擦胸 擦胸口 胸口流血啊 对吧 对吧 然后你被炸了之后啊 或者是被打了之后啊 等等 你这个样子啊 看得非常惨 对吧 我们在拍有些演员 在这个打斗过程中 非常非常惨烈 对吧 训练之后 非常的这个疲惫 或者怎么着 那我们都会在脸上 画很多脏的这样东西 但是你肯定不可能 让一个演员 在地上去磨合蹭嘛 对吧 其实呢 都是化妆化的一些灰啊 或者是一些脏的东西啊 然后再把血和汗啊 这样 混合在一起 对吧 来给观众这种 啊 这个人很惨的这种 这种 这种效果 但其实呢 可能没有那么惨 但是一定要在视觉上骗过观众啊 这个就是 我所说的特效化妆 对吧 经常说采用的一种这种骗人的这种技术 当然了 我们下面说的就是场地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拍摄的场地就讲 就是 你会发现 我们在一个 比如说你想拍 我们在民国时期 你不可能拍一个民国时期的这个东西 你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 这个遗留下来的建筑里面拍 所以你会发现在拍摄的话 就是在一个地方搭的一条街 呃 室内呢 其实也就是搭的一个一个景 甚至有些地方 你会发现是景片 就四周都只是木板而已 它是用这个几个这个木板 组合成了一个室内空间 然后在里面去拍摄 所以你会发现 连空间本身都是 一种这个造假的艺术 其实你发现景片 在拍摄过程中啊 就非常非常常用的这种 这种东西 当然呢 其实在这个现场啊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 呃 造假的这种这种方法 就是蒙骗观众眼睛的这种方法 那么 我们今天呢 想分享的话 就只给大家说这么多 但是我想再给大家这个地方说 虽然啊 场地是假的 这个杀人的时候的那些枪是假的 刀流血都是假的 但是演员表达的情感是真的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价值 和那个时候人的内心的感受 这些是真的 所以虽然是假的 但是我们在做真正的真的事情 我觉得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不断地去用这种造假的艺术 来给大家传递什么是真 什么是美 那么 今天呢 我们关于这个造假的艺术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么在下一次 我们将最后一次 给大家去分享我们片场 现场的一些 呃 经验或者一些小花絮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